主要就是大陆解放军 这一次的围台军演 原本大家都以为今天的 原本长江口的演习的预告 我们以为是福建舰的第二次海事 但看来早有征兆 这个征兆就是解放军的围台军演 但这一次虽然说规模 没有比上次就是裴洛西来台的 规模大 但是距离台湾更近了 而且方式不一样 那这一次也曝光了影片 数十架的战机挂满了实弹 那么大陆的军事科学院专家分析 这一次的演习呈现的叫做 毁困组一体的设计 表明解放军对台湾 是全方位无死角的打击力量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段影片 解放军联合历舰军事演习 范围涵盖台岛北部南部东部 乌丘与东营道以及金马等地区 东部战区空军在陆军和火箭军的支援掩护下 出动了数十架战机进行围台战巡 而且多机型编组满挂实弹 模拟打击高价值军事目标 解放军海军驱护舰编队 则向台湾周边海域多个方向高速行动 大陆军事专家童针分析 此次演训行动体现出 毁困组一体设计 毁就是要毁滩台独支撑 毁就是要瞄准台独势力的老巢 组就是要阻断外部输血管 至于这次军演的主要目标地 乌丘雨及东营岛 大陆专家指出 虽然面积不大 但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两个岛屿 它一个是眼睛 上面部署的各种预警探测设施 第二个它是一个远程打击的兵力部署地 像远程的反舰导弹 防空导弹 这是公式防空 对台文攻武嚇的同时 东部战区微博还发布短影片 特别配上繁体字 秀出六大越海杀器 深圳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 包括踹门神器 歼20炸弹卡车歼16 登陆猛将071型综合登陆舰 中华神盾052D型飞弹驱逐舰 东风快递东风导弹 量大管宝远箱火战术导弹 美国军方官员表示 中方此次演习令人担忧 是否还会有更多惩戒性演习 或是进一步升级演习规模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台独分裂势力 每行风作浪一次 中国捍卫的力度就会加大一分 记者综合报道 好我们马上来请教蔡博士 您觉得这一次的围台军演主要是 因为像中国大陆 他们都发布了这海报 就是要惩戒台独势力 那您觉得呢 这个我们要平静的来观察 看待这一次的演习 这一次的演习 当然是因为赖清德 在他的就职演说里面 公开的宣布 两国互不隶属 这个比蔡英文的两岸互不隶属 可以是更往台独进城表的 终端目标再跨了一个大步 解放军这一次的联合力建演习 他们可能也了解到 2024A力建演习 那B呢 C呢 D呢 所以表示说这个只是一个前菜 所以才会写个2004A 那你可以看得到 他们这一次演习的规模 只有两天的时间 比上一次的九天时间 有相对的缩小 当然可以是看得到说 有更多的陆海空的 这个联合演习 但是这个陆海空呢 是上一次没有陆 这一次有加进了陆军 换句话说 解放军是不断的在演练 检讨 必要的时候 武力攻台的一些作战的方法 如何去进行 在上一次的 裴洛西来台访问的时候 那一次的围岛演习 跟这一次的围岛演习 虽然时间上比较短 但可能也是在 做一种战术演练上的 一种调整更新升级 这些可能性 我们可能在隔两天 就会有更多的讯息 可以来做出判断 那我要说的是 大陆上过去是 一概以和平统一为目标 然后武力统一 是万不得已的时候 才使用 但不知道大陆这一次 是不是能够体会到 这即使是两组平行的竞赛 这个很残酷的考验 怎么说平行竞赛 很残酷的考验 就赖清德来讲 大家要认知一件事情 他是一个把台独当作宗教 在看待的人 他是会请全力去推动 台独运动的人 台独运动的终点是什么 终点他要达到有一天 他可以在台湾宣布台湾共和国成立 这是他终身的执事跟目标 所以在往这个目标进步之前 他需要去整合美国 日本 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力量 然后支持他在台湾 找到任何一种机遇 可以有机会做这样的宣布 那他另外的也要在台湾内部做出像乌克兰当时在内部整肃一样 他表面上叫洗敌人心 那事实上就是要让台湾内部人人都主张台独 而且也愿意人人要为台独而上战场 就像他讲的 他说自由跟主权是要付出代价的 他要求全体来台湾人民相信他的价值 然后往这个目标前进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他认为都可以而且都值得付出 所以在往这个最后一里路在前进的过程里面 大陆当然可能理解也可能不完全理解 也要去相对应的准备一种武力进攻台湾的一种军事上的一个筹备 所以解放军围导演习这一次 围导演习第二次 围导演习第三次 目的在哪里 就是有必要兵龙相见的时候 当赖清德台独的列车一直快速往前冲的时候 解放军的武力统一台湾的力道 也要一直并行不备的两条路线 但是最后的冲撞在什么地方呢 目前看起来 这个赖清德也认知到了 他宣布台湾独立的时机还没到 然后解放军也认知到了 他真正需要用武力统一台湾的时机还没到 所以双方面都还在积极准备当中 也就是说还没有到决战的时候 然后这个另外一方面 国际形势你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现在有一种 虽然表面上有形事实上在老形在在的 在观察解放军的围倒演习 会做到什么程度 有什么破绽 有什么地方可以让美军可以利用的地方 那台军内部呢 你也看到 赖清德去巡视什么海军陆战队 他也在做某种程度的筹备 也就是说 中美台双方面 三方面都在为最后决战做准备 那只是最后决战的时机是什么时候 目前看还没到来 对 现在目前看起来好像是大外宣 意识形态作战 以及军事其实现在都是政治化 我们先来看外媒怎么评呢 BBC认为中国惯用灰色地带的战术 来削弱台湾的战力 那么至于对于中国道路来说 在520之后呢 国台办就认定了 赖清德演讲就是台独自白 就连王毅也说台独分离活动就是台海和平最大破坏性的因素 但是这一次围台军演的这个演习的位置 比如说福建海警也来了 这一次除了052D 054A 就是说我们在军舰的部分 也包含了海警也出动了 在乌丘在东影在进行综合的演训 那中国海警船不算这一次的演习 其实在5月份已经有7次的编队 进入离岛的水域了 就连国阵研究基金会的研究员接证 他都认为呢 这一次的军演涵盖金门 马祖 乌丘 东影 就是一次武力犯台的全程演练 连吕理师他都研判哦 金门演练针对性比较高 因为金门其实跟中国大陆互通往来 已经蛮长一段时间了 不排除实际涉及的可能 他认为规模可能东影 可能这个规模会比东影跟乌丘还要庞大 我们来看下一张这次的围台演习的这个地图 在东影 在马祖 在乌丘雨 以及在金门 那当然包含了在台湾东部 那这一次呢其实以前比较少 针对离岛的部分 这一次呢就把乌丘附近都画进去了 以及呢我们来看到 这是在东影岛 我弟就在东影当兵 退伍了退伍了 所以呢这一次看到 哇这都是距离中国大陆是非常靠近 而且是非常关键的离岛 尤其是东影 因为东影上面阿兵哥还是很多的 来我们再回到刚刚那张电视墙 所以委员你怎么看呢 我们再回过头来这张图 绿色是裴洛西来台的演习 红色是这一次的演习 你看哦这一次特别看花莲的部分 还有看高雄的部分 花莲的这个部分已经接近24海里了 是越来越靠近了 对啦就是刚才我讲了 他们针对佩洛西那个时候的围岛演习 有解放军有进行深入的检讨 所以这个应该是检讨之后的一个新的方案 这个新的方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它当然要更靠近台湾岛 更接近距离说可以直接用武力进攻台湾岛 登岛作战的一个想象模式 那我比较不太认同说乌丘或者是东营 或者是金门有什么战争上的含义 因为那个是所谓厦门海域的一个案子的延伸案 时间上同时拿出来检讨 因为海警船在那个附近的一个演练 并不构成战争的必备条件 因为海警船在战争来讲的话 并不适合作为一种战争的工具 你看嘛 乌丘跟东营岛上都有反舰导弹 那这种反舰导弹 除非你大陆有一种演习 针对东营跟乌丘发射导弹的演习 就是可以直接的在歼灭东营跟乌丘 上面的一些军事设备 否则的话 你海警船在巡视 是政治跟法律意义比较大 也就是说大陆的海警船在那边活动 就直接了当的不承认 过去台湾方面所声称的禁限之水域 那这个是重点 那至于说海警船上的武力配备 所以如果要去做这个军事作战的话 对东营跟乌丘来讲的话不适合 因为东营乌丘 即使台军丢掉了 这个意义也不大 但是呢 如果这些海警船 被这个东营跟乌丘的反舰导弹 击中的话 那损失就会相对的大 所以它并不是 解放军是不是知道 当然知道 所以这个只是一个海警的一种政治法律上的宣誓 还没有到了所谓的军事演习的程度 那导致在台湾附近的军事演习 我们要观察的就是说 相关导弹跟制空前抢躲的时候 解放军的军机的作战 力道跟能量如何 那我们当然了解到说 国台办会讲说 赖清德的这些520的演说 是一种台独的这个独白或者自白 那这对赖清德来讲的话 他搞不好他会认为自己 他终于为台独突破了一个障碍 这往前进一步 那这个王毅外长讲对了 他是会变成一个台湾台海和平 最大的破坏性的因素 但你要了解到 虽然赖清德表面上说 要去维护台海的区域稳定 但这个重要性对他个人的价值观来讲 他认为即使是台海不稳定 如何在不稳定求取小胜 来取得台湾独立的最欧目标 这是赖清德终生的梦想 对那也的确如同刚才博士有提到的 为什么这一次叫联合力舰2024A 会不会有其他的版本呢 我相信一定有的 因为其实很多军事专家都说 这个对台绝对不会只有一套剧本 那首先呢我们来回顾一下 2022年当时候呢 就是发射了飞弹还记得吗 四枚东风15飞弹越过台湾上空 然后当时出动了长春舰飞弹驱逐舰 当时的演习跟这一次有什么不一样呢 刚提到了离花莲越来越靠近 然后呢包含了在高雄 因为高雄港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贸易港 这等于是封锁了这个经济海域 那这一次呢也包含在离岛的部分 如同刚才博士讲的 其实呢都是政治意涵比较大 但是喔这一次我们说意识形态的大外宣 中国大陆想必早就准备好了 来导播给我第三张电视墙 我们看到了这一次喔 马上的在宣布演习之后 没几个小时就开始从微博啦 百度啦一直登上热搜 因为就是这些 这是央视新闻的一个海报 他说这个就是联合利剑2024A 是对台独分裂势力呢 谋独行径的有力惩戒是严重警告 那特别提到喔 对外部势力的严重警告喔 然后再过来我们来看 东部战区也发布了一个刚看到的组合海报 他说这个叫做越海杀器 常常看我们全球大视野 或者是前进战略高地的好朋友 相信呢一眼就可以看出 有哪一些所谓的越海杀器 其实根本就不是针对台湾 针对台湾会需要用到052D吗 需要用到东风快递吗 东风快递是要目标关岛的喔 那还有这个052D 这一次052D是来了 052D呢它是接近在这个 彭家宇西北方 海军的班超舰 解放军海军的班超舰 台湾海军的班超舰 然后呢紧贴解放军052D的绍兴舰 好这个画面是有曝光 但是其实啊让大家觉得 比较有威胁的或许会是 所谓的两大管保的这种箱形火炮 因为它射程大概是290公里左右 那蔡博士你怎么看呢 这一次啊其实大家都在看 哇解放军到底他秀肌肉 他有什么嘛 歼20歼16 052D 071东风快递 还有刚刚讲的箱形火炮 这每一样的解放军的武器 都非常的现代化 而且呢 比起美军的相对应的武器来讲 有的时候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举几个例子 歼20它基本上就是一款 这个第五代的逆中战机 它的目的是在争取台湾岛附近 空域的制空权 也就是说让台湾即使说 有少数的战斗机啊 没有在第一阶段的炮击里面 受损能来可以起飞的话 那如何跟这个歼20啊 来做对阵 那歼20如何把它击落 在演练的这样的是一个 制空的一个效果 不过因为歼20是可以远距离攻击 它不一定要飞得很靠近台湾岛 它就有办法掌握台湾岛周边的一些制空权 那炸弹卡车嘛 这个理论上不是针对台湾的啦 因为对台湾来讲 它那个所谓的量大管保 那个火箭炮大概就够了啦 因为距离太近了 这一次这个火箭炮会不会有比较密集的 我讲密集的这种实弹射击 到今天为止还没有看到相关的讯息 因为这种火箭炮要有实弹射击的时候 才会有比较算是严重的警告 那这一次的演习能不能过程有力的惩戒呢 我的看法是因为演习就还没有到惩戒的地步 所以它只是一种严厉的警告 那警告本身是绝对的 但是有没有到严厉的 就是我刚才讲的 要看看火箭炮有没有实弹射击 或者实弹射击的效果如何 如果这个实弹射击可以封锁高雄港 或者左营军港的时候 或者甚至于台中港 基隆港的时候 就会构成很有力的 这种非常有力的警告 如果没有做这个动作 表示警告还相对的轻微 大家记不记得在1996年 飞弹危机的时候 当时的导弹是射到了 应该是在基隆北方哪一个角落 的一定的距离里面 那这一次如果是火箭炮 有打到了基隆的港口外 或者高雄港口外 在眼睛可见的距离 而且是在台湾所宣传的 六海里左右 那这样子对台湾 才会有比较有力的警告 否则的话 这个即使大陆上认为 已经有严重警告 但在台湾跟民进党当局来讲 他会解读成只是警告 的确好那这演习第一天 那还有第二天呢 解放军还会使出什么样 不一样的演习方式吗 因为包含亮哥也说了 这一次解放军的部署 是全面更新 所以呢解放军是不是要 渐进封锁 让我们渐进麻痹呢 欢迎回到我们的全球大视野 好朋友们 今天都记得按赞应援了吗 谢谢大家的支持 好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看 那今天呢其实我们看到解放军 上一次呢是有这个 飞弹的演习 那这一次我们看到了 解放军的人民海军的军舰 倒是已经出现了 比如说052D绍兴舰 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画面了 以及呢飞弹护卫舰 这是易洋舰 这是054A的飞弹护卫舰 那么这一次解放军 到底想要展示的是什么呢 刚才的那个越海杀器里面 我帮大家也再抓出来 让大家来看 其实解放军就是要让我们知道呢 对台攻台没有 不是只有一套剧本的 首先我们先来看071 071是什么呢 它是一种两栖综合的登陆舰 就是呢 它后面这个是有浮动甲板的 所以呢它的气垫船啦直升机啦 它可以把军队送上岸 然后呢其实它可以在海岸 比较远的地方 它就可以准备登陆了 还有刚刚讲到的箱形火炮 191式的箱形火炮 这种火炮啊 其实呢部署在沿岸 其实直接它的射程 绝对都到得了台湾的 但是呢就这样来看 预渊谈天在这个微博的 算是大陆的这个官方的预渊谈天 他也表示呢 他发了一篇文 他说这篇文让你看 这一次解放军如何建止台都 他说第一在台湾北部演练 因为台湾北部是政治军事重要的地点 进行威责 也是针对民进党当局的一个敲打 另外呢就是要阻断三条线 哪三条呢 第一你这样子围台 那就是阻断台湾的能源进口 这是生命线 第二条阻断台独势力想要逃避制裁 向外逃窜的逃跑线 还让你不能跑 第三阻断美国一些盟友 向台独势力提供援助的支援线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困嘛 让你出不去 让外面进不来 所以可能很多人还在想 哎呀这个日本不是 会有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吗 那美国会来吗 日本会来吗 蔡博士 一个封锁 或者是对岛屿的围困 它基本上就是要让 这个人跟物不能够进来 也让人跟物不能出去 这样的封锁才会达成 它的战略性的效果 这一次演习的确啦 是有出动了这种登陆作战舰 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它有武装直升机 那么不必这个做滩头作战 就可以跨越滩头 进行滩头内部的一个作战 第二个它有所谓的气垫船 这个气垫船上面是载有 这个坦克车 这种坦克车可以搭乘这个气垫船 再离岸边一段距离以后 可以到达这个台湾的岸边 那因为目前台军就在台湾的岸边 有些地方有很多很多的消波块 那个消波块基本上就是在阻挡 这种气垫船靠近 你不要以为它是在真的消波块 在阻挡海浪冲击的 不是 它有这么一个 那我们了解到台湾的西部海滩里面 有所谓红色海滩 红色海滩就是台军认为 解放军可能在这海滩登陆的地方 那台军会在地方 这个率先的部署这个火山布雷战车 埋下所谓的快速地雷 那第二个呢 也是在附近有很多可以来攻击 这个登陆的解放军的一些部队的 一个禁足的地点 那包括在附近可能也会有 所谓的防空导弹等等的设施 所以对于解放军来讲的话 它这些登陆舰是要搭配的一个火炮 或者搭配的这个战斗机啊 及其他的这个导弹武器等等的掩护 那这个在战场上的检验 是要花点时间的 但是我要特别提的一点就是说 这一次的远程火炮 说要封锁的话 但是目前并没有看到 它有针对淡水河口进行火炮试射 如果没有对淡水河口火炮试射的话 那么就没有办法封锁这个民进党的重要人士 这个离开台湾 因为就他们的作战可以离开台湾 有两个重要的地点 第一个地点啊 就在三支以前日本时代留下来的临时机场 那个你走过去不会看到 那边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日本时代的机场 然后那个还是目前还是空地 那个地方就是说 你飞到那边的话 那应该他们认为有机会 很快的抵达日本 有接应的抵达日本 那所以你在那边 有没有火炮的封锁能力 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那第二个呢就是供咬 在核市场那边 有两种离开台湾的方式 第一种离开台湾的方式呢 就是附近会有潜水艇来接应 那边地方有可能美军日军的潜水艇 可以来接应 那所以那个附近目前看起来 解放军也并没有在那边实施 火炮相关的实弹演习 所以并没有办法达成实质上威吓的效果 对 所以刚才讲所谓封守三条路线 这第二条路线就有点的漏洞了 那至于进口能源的话 那台湾大概可以撑7天左右的能源供应量 因为我讲的主要是天然气 那煤炭大概撑三个月 那核能当然是永久 不过民进党自己把核能给废掉 对 这就是问题了 而且在国际公法的规定 即使说台海发生战争 解放军也绝对会遵守国际公法 不会去攻击核电厂 所以核电厂可以持续运转 但解放军可能会攻击这个南北的输配电线 那会使得台湾的虽然有发电厂 但是仅限于区域的 没有办法长途运送电力 所以电力也会产生短缺 那所以我们看这军联里面 比较像是解放军在检讨自己平常训练的成果 但是还没有办法达到一个 对于民进党的一个强而有力的一种警告跟威责作用 而且呢其实很多人或许会担心说 我很担心这个登陆舰啊 因为这个代表是不是已经呢 就是要登陆了 但事实上如果真的走到这一步啊 表示呢空游也没了 机场大概也被炸烂了 所以其实啊如果要看登陆舰 其实我比较担心的是054A 南通号 因为这是飞弹护卫舰 其实对付台湾真的是不用太靠近 因为我们两岸就真的非常的近 那这一次呢在解放军所释放出来的 这个演习影片当中 就出现了弦号533的南通号054A 飞弹护卫舰 这是中国大陆哦 自己设计建造的新型飞弹护卫舰 主要呢平常就是反潜啊防空啦 对海对岸打击 还有海上巡逻 这个是4月的时候 2019年4月份的时候呢 他曾经那时候 非常隆重的解放人民海军 成立70周年的海军活动呢 就有看到054A 那你怎么看呢 飞弹护卫舰的 护卫舰就是一个近海作战舰 叫护卫舰 如果比较沿海作战舰 就变成驱逐舰了 这个护卫舰主要是 以发射飞弹为主要的武器 发射飞弹就像他讲的 有防空飞弹 有反舰飞弹 有反潜飞弹 有反潜飞弹 但是对于 这种作战舰 停留在台湾海峡意义不大 因为台湾海峡 基本上火炮跟导弹的威力 离中国大陆很近 所以它主要的应该是 两个动作 一就是护航大陆的航空母舰 在西太平洋的一个作战能量 那第二个呢 就是这种护卫舰 可以直接的在 这个应该讲 距离大概是台湾岛东边 在差不多50海里左右 可以对这个 花莲台东的军事基地 进行攻击 比如说加山基地 比如说台东的这个制航基地 等等 那这个是可以发挥一定的 作战的能量的 那至于说要抵近台湾 这个作战舰 不抵近台湾也可以打 哈哈 对 它真的是一出门 根本不用出门就可以打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由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银痕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药食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选控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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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